阿里巴巴社垄断判罚破纪录182亿人民币分析只将影响平台科技经济发展 请点赞订阅 谢谢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子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无制度后 继续被针对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裁定 阿里巴巴在中国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过去六年来 滥用其支配地位 要求平台内商家二选一 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下同 折合约23.39亿欧元 打破中国反垄断罚款的记录 并要求阿里巴巴整改三年 阿里巴巴接受处罚 声言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有香港分析员指出 裁决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其他公司亦有二选亦垄断行为 日后需要避免 而相关罚款计算亦可能成为指标 广告继续浏览后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金 10日早宣布裁决时指出 阿里巴巴自2015年起 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 禁止商家在其他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 并借助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等手段 维持和增强自身市场力量 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违反反垄断法 在综合考虑阿里巴巴违法行为的性质 程度及持续时间等因素后 作出行政处罚 则令阿里巴巴停止违法行为 并按2019年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的销售额的4%计算罚款 总计182.28亿元 有关罚款额 不单打破之前 高通在2015年被罚的60.88亿元记录 更是原高记录的三倍之多 当局表明 会同时向阿里巴巴发出行政指导书 要求在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内部管控合规管理 维护公平竞争 保护平台内商家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 进行全面整改 并要连续三年向总局提交报告 阿里巴巴随后发表声明 称诚恳接受和坚决服从处罚 将会强化依法经营 进一步加强合规体系建设 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传媒发表文章安抚市场 当中 政治大学副校长实践中 在3000多次的长评中指出 阿里巴巴的二选 亦行为涉及面广 持续时间较长 以罚款可惩罚上亿年度 1%至10%的规定看来 罚阿里巴巴销售额 4%的罚款是比利市中 体现了中国反垄断监管的决心 以及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 它形容 今次是中国平台经济领域 第一宗重大典型的垄断案件 标志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进入新阶段 释放清晰的政策信号 就是发展平台经济与监管并重 预防和制止平台滥用数据和技术等优势 损害竞争 指今次案件有重要示范作用 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评论 指今次处罚是监管部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具体举措 并不意味否定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亦不代表国家支持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 而是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 推动健康持续发展 不过 香港的红绘资产管理董事及投资策略总监林佳琪向香港电台表示 罚款对阿里巴巴的财务影响不算大 但现实难以判断三年的整改及汇报时间对其竞争力的影响 他又说 阿里要避开二选一的垄断行为 销售额可能会随着市场开放而有影响 而有关裁决议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因为其他平台科技经济股份亦有垄断情况 可能会触犯中国相关法律 有潜在的罚款可能